我是陈建勇,欢迎收看建勇网上地产培训 这是从零开始的第39集 今天我们继续讲Jep.13 假如说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你给我按个赞 顺便订阅,按小铃铛 然后呢,跟朋友分享 Principles of Value 价值原理 Principle of Value呢,有几个不同的principle 我给大家做分析一下 第一个principle叫做Principle of Supply and Demand 供需原理 那供需原理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Demand is created by desire for something 而且呢,这个desire呢,可以经过 Advertisement或者是 Education,也就是说经过登广告 或者是教育呢,来创造 Desire,Desire就是 你想要买一个东西的意愿 叫做Desire 那Desire must be backed by purchasing power 购买能力 假如说一个开发商要在某个地区开发 一个outlet的话 他要考虑到当地居民的购买能力 那就端看他们的工作 工资等等 所以呢,这个supply and demand 就是供需原理 principle of change principle of change 也就是变化原理 变化原理底下有三个不同的principle principle of change 第一个principle呢,就叫做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然后呢,它会经过维持现状的那个阶段 叫做equilibrium 也就是static stage 维持现状之后 假如说没有再重新开发的话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去让它继续维持成长的话呢 它就会有那种decay或者是decline 走下坡的形态 所以总共有三个阶段 这个考试有考 就是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quilibrium static phase disintegration就是decay或者是decline principle of regression呢,指的是 假如说一个房子 它周遭的房子呢 虽然说这个房子呢 从质量来讲 从它的这个quality来讲呢 都比周遭的房子高的话 那它的价值呢 其实会优于周遭的房子的低略 而造成它的房子的价值下降 这个叫做principle of regression 2006年的时候呢 加州有一个城市叫做Ladera Ranch 是一个新城市 所以那个时候呢 很容易借得到贷款 所以很多人呢 就到Ladera Ranch里面去买房子 那时候买房子呢 贷款很容易 一下子就通过了 那造成说 有些人呢 根本就不合格贷款的人 都去买房子 都在Ladera Ranch里面买房子 那变成说整条街上呢 就有这么多的买家 假如说你自己的话条件很好 你也在里面呢买一栋房子 结果呢 金融海啸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付不起房贷 导致整条街 80%以上的屋主呢 都面临foreclosure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会导致很多屋主 要么就抛弃这个房子 要么就干脆不保养房子 导致呢 周遭的房子 都变成很难看 周遭的房子呢 也因为因此而造成 有衰退的情况 也就是说房价呢 持续的下降 而你的房子呢 原先呢 你的房子 你没有面临法牌 但是 而且你也去做你 该做的维修 就是因为这些房子 没有人家管啊 导致呢 你的房价呢 也会下降 这就叫做regression 那相反的呢 那就是principle of progression principle of progression呢 就是进展原理 那刚才讲的 principle of regression呢 就是退化 或者是衰退原理 principle of progression 叫做进展原理呢 是怎么讲啊 它是相反 例如说 曾经在报纸上 有一个头版新闻 说旧金山的市中心 有一个非常丑的房子 结果呢 可以用100万的价值 价格把它卖掉 而且呢 它的质量呢 都比周遭的房子差 但是 这个房子的位置特别好 所以呢 周遭的房子质量提升的话 也会让这个 低质量的房子的价值提升 所以低质量的房子 就因此 得到这一方面的好处 这就叫做 principle of progression 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 也就是取代原理 假如说在一条街上 有两栋房子 百分百一模一样 质量 各个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价格比另外一个高 那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 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价格比较低的呢 就比较受买家青睐 买家心态的话 假如说两栋房子 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 你要去用更高的价格 去买另外一栋房子呢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去找卖家 谈这个 chain listing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 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 去说服它 在定价方面 说服它 价钱不能够定得太高 在还没有定价之前 要先apply一下 这个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 先分析一下 你周遭还有没有什么房子 在上市的 而且呢 最近有没有房子 刚卖掉的 那你定的价格呢 不能够比那些 已卖掉的 同样品质的 同样质量的房价高 这就叫做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 几乎每个买家 都懂这个原理 principle of highest and best 指的是说 一个房产 评估师呢 会去探讨一下 这个房子 by highest and best 又是做什么用途的 也就是说 你要做什么用 你的回报 才是最高的 例如说 你可以做住宅用 也可以做商业用 假如说住宅的话 做住宅用途 可以给你带来更高的近回报的话 那highest and best use 是for residential use 不是说commercial use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投资人的话 他肯定是根据highest and best use 来考虑要不要投资这个房地产 principle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returns 给你一个例子 假如说一个开发商 在决定要开发一个土地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土地呢 是可以盖公寓的 那假如说这个政府允许你盖16个单位的公寓 你不可能去考虑只盖三个 因为假如说你只盖三个单位的公寓的话 那你的回报呢 肯定是比盖16个单位的公寓低 对吗 但是它会有一个平衡点 你也不能够盖的太多 例如说你在考虑 我到底要盖16个单位呢 还是32个单位 你肯定会分析一下 假如说16个单位 我每一个单位平均1000尺 那32个单位的话 我每一个单位呢是500尺 那到底是1000平方尺的面积呢 比较吸引租客呢 还是500尺的面积呢 比较吸引租客 会有哪一个会给我带来的 更高的租金收益呢 我就是要选择那个数量 而不是说就拼命的盖 盖到很多很多 结果会发现说盖的太多了 没有那个return 那这个就叫做principle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return 从3到16到32结果呢 最终的结论是16 是最高的return 所以principle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return 基本上就是做回报分析 principle of contribution 那指的是说到底一个屋主值不值得去做某些投资呢 就端看 假如说做了这一方面的投资的话 有没有经济好处 那很多时候我们去找卖家 要签listing的时候 会跟卖家有这一番的谈话 卖家肯定会问你 我需要做什么工作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呢 才可以把这个房子推到市场上去卖 那平常的话 我们去跟卖家签listing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看这个房子 看需要做什么工作 首先 需不需要油漆 需不需要换地面 需不需要装修厨房 需不需要装修这个浴室 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 假如说一个卖家懂这个principle of contribution 这个原理的话 principle of contribution的话 基本上就是贡献原理 假如说你做某些投资的话 对于经济效益方面呢 效益方面呢 会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比方说你投资一万块 这一万块拿得回来吗 你投资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拿得回来吗 有些时候我们让卖家投资这么多钱 卖家肯定会问你 我投资一万块钱 我拿得回来吗 这就是我们在做 The theory of principle of contribution的分析 往往的话换地面 重新油漆 装修厨房 装修这个浴室呢 都是可以让你将来卖房子的时候 给你带来更多的回报的投资 例如说你投资一万 你能够得到三万块钱的回报 那当然这个决定是很容易做的 那假定卖家的房子很大 后面有一个很宽敞的后院 他问你说 假如说今天我投资一万块钱去盖一个游泳池的话 请问 在卖房子的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 这个工作呢 这个投资该不该做 我给他的答案是说 往往呢 你用一万块钱去花盖的游泳池呢 是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效益 往往你也许投资一万块钱 你甚至都有可能这一万块钱拿不回来 那你为什么要投资呢 所以这个就叫做 principle of contribution 盖游泳池的贡献呢 会比换地面换油漆装潢你的厨房 跟装潢你的浴室呢 他的贡献呢 少很多 所以因此呢 游泳池不要盖 地面油漆厨房两个浴室呢 要更新 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评估过程 评估过程呢 总共有六七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 就是问题定义 问题定义呢 有包括 property to be appraised 也就是房子的地址 然后type of property interest 如果是fee symbol 或者是lease hold 所以呢 type of property 就是这个意思 还要加上这个use 就是准备这个评估报告的用途 例如说 假如说是贷款 或者是房东房客呢 在交涉说未来的租约 因为有些时候房东跟房客呢 他们会签一些租约呢 会有给一些房客 给房客一些选择权 那为选择权 未来的租约 租期 要决定租金多少的时候呢 也可以请appraiser 来做个评估 所以呢 有些时候不一定每一次都是fee symbol 有些时候是lease hold 还有要决定一下 这个评估报告呢 定什么日期 因为假如说是向银行贷款的话 当然是定现金的日期 假如说是打官司要做一个评估报告的话 所定的日期呢 就不是今天的日期 也有很可能 他有分两个部分 也许是今天的日期 也包括前面的过去的一个日期 例如说买家跟卖家有纠纷的话 假如说这个房子呢 当时过户的时候是五年前 那有必要要去评估 当时过户的真正市价是多少的时候呢 评估是在准备这种报告的时候 他日期绝对不是用今天的日期 他用前面的日期 Definition of value 也就是价值定义 价值呢 有市价 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 例如说 我刚才举个例子 eminent domain呢 未必是用市价 然后呢 打官司的时候 在评估的时候呢 评估出来的价格 未必是市价 所以呢 Definition of value呢 也在这个问题定义的 这个第一个步骤呢 出现 第二个步骤 preliminary analysis 就是初步分析的时候 初步分析呢 有包括两方面 一个是general general就是总体的分析 总体的分析 提到的就是 social economic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方面的数据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第二个 第二种种类的数据 就叫做 specific data 或者是specific analysis 指的是房子本身的具体数据 例如成本方面 或者是收入方面 或者是location方面 或者是物质上方面的数据 第三个步骤 highest and best use analysis highest and best use analysis 的分析呢 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了 principle of highest and best use principle of highest and best use 就是指 这个房子 在从评估的角度来讲的话 要做什么用途呢 才会带来最高的投资的回报收益 所以呢 highest and best use analysis 就是要达到那个效果 那highest and best use analysis 的分析呢 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分析呢 是假定这个房子 这个房产上没有结构 只有一个空地 目的是要知道说 有哪一个比较房产 周遭有什么房产呢 可以比较的 那帮助我们去把这些 比较房产找出来 那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要了解 这个房子 这个房产 它的highest and maximum use 应该是做哪方面的用途 所以例如说 有一个房地产 上面有一个住宅 那假如说 highest and best use 是盖商业建筑屋的话 那在做第一个步骤的时候 当然是假定了这个 目前来讲 这个土地是没有任何的结构的 那买家买下来 就可以盖commercial 那第二个步骤呢 是假定 没有假定 就是说 这个房产上面有什么结构呢 就以这个结构存在的价值来分析 然后再决定说 周遭有什么样的物业呢 可以拿来做比较房产 然后再决定说 现在房产上面的这个结构 是否应当把它拆掉 还是说 可以保留房子上面的结构 第四个步骤 就是要做Land Value Estimate 就是土地价值评估 为什么要做土地价值评估呢 因为一个房地产的价值呢 土地呢 一般是占相当高的成分 所以呢 先做一个Land Value Estimate 而这个Land Value Estimate 是根据Comparison Approach 而且Comparison Approach呢 是最可靠的 所以通常都用Comparison Approach 第五个步骤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approaches 评估的话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做Sales Comparison 也就是Compare 类似的物业叫做Sales Comparison 那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方法叫做 Income Capitalization 下一个视频呢 你就会学到什么叫 Income Capitalization 现在只是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第三个评估的方法呢 叫做Cost Approach 成本方式 这三个Approach呢 都要拿来使用 使用完之后 每一个Approach 会得到一个价值 那这三个价值呢 假如说得到的结果差异不大的话 那三个呢 都可以保留 考虑 假如说这三个方式的结果 差异很大的话 证明什么呢 证明其中一个或者是两个呢 是不适合用在这个物业上面 所以呢作为一个评估师的话 一到这种情况的话 他就要决定 这三个方法 哪个比较适合用在这个房产上 因为有些物业啊 不一定说是Sales Comparison是最好 那有些物业呢 也未必是Cost Approach是最好 有一些物业呢 未必是Income Capitalization最好 所以呢每一次评估师在做分析的时候 他肯定三个Approach他都用 结果呢才决定最终要挑选哪一个 所以我刚刚讲的也就是那个第六个步骤呢 就是Reconciliation of Value Indication Reconciliation是调节的意思 调节呢不代表平均 所以呢他得到三个评估价的时候 经常大多数的时候呢 他不是哪一个平均值 除非这三个评估价格非常的接近 那或许他会考虑用一个平均值 否则的话 评估师呢是会根据他的经验 根据他的判断来决定呢 哪个比较可靠 他就选择哪一个 不是哪一个平均值 那考试的时候呢会考你这一点 问你说 评估师在得到这个Appraisal Value之前 他是否是拿这三个Approach 得到的结果哪一个平均值 答案是不是 那最后一个步骤呢也就是 该准备什么样的报告 Report of Defined Value 报告呢有三个种类 第一个种类呢叫Letter Report Letter Report呢就像一封信啊 经常的话 他只是一月或者是两月的那种报告 叫做Letter Report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某些情况可以用到Letter Report 那第二种呢叫做Form Report Form Report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买卖房子 买卖房子 像银行贷款的时候 评估师呢做的报告是根据表格格式的 OK 那第三个种类呢叫做 Narrative Report 平常的话打官司用的 或者是eminent domain案子用的 评估报告呢用的就是Narrative Report 那种做的分析呢就比较详尽 所以因此呢要用一个充满很多细节的报告呢 才算是完善的报告 所以因此Narrative Report呢算是一个比较extensive的report 从您开始的第三十九集就讲到这里 下回见 下回见